郭文貴議員 不公平的,或是一個扣政的這種情況之下,我們必須加以檢討 早期的這個稅電基進法,可以說很多規定啊 都不是非常的,具有這個正當性的情形 只要政府機關啊,認為他要百分之幾 他就可以給他假上百分之幾 沒有任何的其他的理論的根據 那麼我想,今天要跟各位談到就是我一直在指張的 那財政部委一直認為說,在其他的法律沒有修改之前 應該是暫緩,不能夠來這種修改的情形 我們在這個稅電基進法第20條也講到說,我們要繳納這個稅款是天經地利的 那假如說因為有預期,沒有去繳納這個稅間 赤納金就在超過這種稅期以後 赤納金是有這種加徵,每億這個兩天加計1%的 這樣的一種利息 那我們就了解到啊,我們的民法規定是說,我們利息不能夠超過百分之二十 假如說我們把這個,有關於這種稅電基進法 他雖然是說,他一個月以後就會移送到這種這個,我們的這種這個法案強制執行 但各位看到,百分之一啊,一個月就百分之十五了 一個月就百分之十五,那麼你雖然是說送到這種這個法案強制執行 他沒有繳納的時候啊,他還是要加計這個利息的 那我們可以說,一年假如說用十一個月 除了說我們第一期的這種這個,第一個月是百分之十五 這個這個稅,這個利息以外啊,那期後的十一個月啊,加計起來啊 我們以這個現在目前的,這個歐連期的這種這個,有關於這種這個,呃,這種這個 我們的這種這個利息的,這種這個存款的利息來看的話齁 那大概啊,十一個月啊,大概有百分之二十二的這樣的一個利息 那百分之二十二的利息加上百分之十五啊,就等於是百分之三十七啊 而超過我們民法的規定,是一個我們所講的一個高歷代的這種這個情況 另外,我們可以看到說,我們現在目前啊,在這種這個,呃,情況之下 我提案是希望說,把它改成百分之一,呃,千分之一啊 那變成我們四十五,辦成所謂這種這個,呃,這種這個百分之七點五啊 再加上我們的十一個月啊,大概百分之二十,那麼還是有超過 但是啊,它超過不是非常多 所以我是認為說啊,我們的政府機關啊,應徵這個層面啊,去看看其他的這樣的一個稅法 的字納金,加計百分之一啊,是不是合理 不能說,欸,其他的有很多的這種這個,法律的規定啊,都是百分之一,所以我們這不能改 我想,法律的不當啊,我們就應該更改 所以我們共同努力啊,使這個稅金啊,更具這個公平性,謝謝